从凤山有一位住户呢 为了不让邻居停车在他们家门口 不但在大马路上面呢 撕画白线 甚至还在家里面装了监视器 以及扩音器 只要有人靠近想停车 他哪上马上拿起大声弓 这大声广播 要你把车子引开 不要停在我们家门口 连深夜11点多 他照样拿着大声弓在吼 让附近的邻居常常被吓到 连里长都忍不住骂说 你真是恶霸 这两条而已 这一条用出来啊 我哪知道 偷听错门口的大马路 被划上白线 今晚已经涂黑 却还看得出痕迹 这不是交通局划的 而是住户黄先生 阻止邻居停车在自家门口 撕画白线长达四年 邻居指控黄姓住户 为了不让人停车在家门口 不但在住家里 外装了八支监视器 甚至还装设了一个大喇叭 用麦克风来驱赶邻居 停在那个出口 他就给人家喊 我们真的是不堪其扰 邻居怨声载道 因为黄先生在小小的骑楼 就装设了一二三四 总共八支监视器 360度监控四周情况 一有人骑车靠近 就会用家中扩音器大声广播 把车子移开 就连深夜十一点多 黄先生也会大声广播 经常把人吓到 里长接获上千件陈琴 忍不住大骂黄先生是恶霸 遭对方提告 法院认为这是可受公平之事 判决里长无罪 不过附近住户 都因为黄先生的行为 不堪其扰 街头巷尾的邻居 因为停车撕破脸 昨天新闻季节 换包经营 高雄报道